而在华联市代会定期大会开议 其中市民代表黄瑞文 针对了日前诈骗假冒 华联市长透过LINE资讯里长 以及公务围由来企图骗钱 请市长魏嘉贤说明 并表示诈骗有蔓延社团公司行好的现象 也再次的提醒民众 千万不要上当受骗 华联市民代表会 第21届第8次定期大会 18日上午 首先由市民代表黄瑞文进行质询 针对近日有诈骗盗用市长身份行骗 阔及社团及公司行号 市长魏嘉贤再次呼吁乡亲小心上当 最近的诈骗案件利用LINE、FB 那不只是嘉贤这边 那也看到很多乡镇首长 跟其他县市的行政首长 都被陆陆续续被盗图 然后成立一个假的LINE或FB 来跟大家加朋友 那从之前的村里长 到现在的社团负责人 甚至公司行号的负责人 甚至到现在 有一些教育界的朋友 也有传讯息来说 有收到类似的一个假讯息 那我们希望说 大家也要提醒所有的乡亲朋友们 不要轻易的被受骗 如果有疑虑的部分 一定要跟花莲市公所 或者是我们直接跟市长来做相关的求证 那如果说它是诈骗的话 也请大家打165反诈骗的电话 让更多的一个乡亲朋友 都能够免于受诈骗之苦 那也谢谢所有来传讯息 来跟我求证的朋友们 或是来电到花莲市公所 来求证的朋友们 那提醒大家 那诈骗手段不断日益翻新 那请大家小心求证 那以免上当受骗 魏嘉贤日前已到花莲警分局 备案说明案情 目前游行大进行相关调阅 及离清案情 魏嘉贤表示 选举到了时间敏感 担心更多民众波及受骗 希望警方尽快破案 也再次呼吁乡亲 千万不要受骗上当 记者长方言华林市报导